原来我们现在的迷茫 张伟早在十年前就经历过了 我知道我是个全 我就算贷款也买不起房 可是我就想找一个温柔贤惠的结婚对象 这有什么错 我只是个小白领 昨天领了工资 交了房租水电 买了油米泡面 今天发现 这个月工资又白领了 要想在这个城市 结婚生死买车买 过上尔康的生活 太何容易 爱情公寓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任 可唯独张伟却是个十足的倒霉蛋 一出生就是孤儿设定 好不容易在福利院里艰难长大 结婚当天妻子 还跟着初恋跑了 多年后当初的妻子 嫁给了别人 竟然还给张伟发来情帖 让他去当伴娘 脑残偶像剧都写不出的情节 却结结实实发生在了张伟的身上 本该是剧里最应该堕落的人 可是张伟的生活却过得 比任何人都充满希望 过关斩将考上法学硕士 出来成为实习律师 虽然战绩的确有些难堪 小弟出道一共打过三起官司 第一个是死刑 我做无罪便我可惜败诉 第二个 起诉有期徒刑 我做减刑便我可惜也败诉 第三个案子 原告要求我方赔款两百万 在我的具体力争之下 法院出审了 法官全面改判我方 二十年有期徒刑 偏偏是现实中低调且怂的张伟 却被称作爱情公寓最有种的男人 都说张伟扣门到一毛不拔 结果为了安慰余末 也为了报答福利院的养育之恩 倾家荡产开了三场慈善晚会 面对人见人宴的七言 所有观众都喜欢张伟的原因吧 原来名演人都知道高企强会虎 当初吴刚来到狂飙剧组 就是为了这一个角色 幸亏没让吴刚来演高企强 毕竟是六十岁的演员 再怎么化妆也变不成三十岁的壮小虎 在狂飙愁拍时 选择的消息一出 演艺圈的一众老戏骨纷纷动身 因为早就有人看过了剧本 再加上官方对这部剧的支持 他们有理由相信谁演谁 这可愁坏了导演 因为不但年龄是个大问题 而且吴刚扮演的达康书记 热度阵望 谁敢挑这个时候 让他来演个反派 但是为了照顾吴刚的面子 导演还是让他演了一个正面形象 看到张宋文凭借实力 拿下角色 吴刚也是无话可说 可既然预料到了这部剧会爆火 吴刚这边也没闲账 不但拉来老婆搞起了夫妻档 甚至儿子也成功出演高小陈 好家伙 一家三口都来参演 果然有先见之名 直到萨贝宁在台上说出梦想 却被台下的明星评委嘲笑时 终于知道央视主持人的格局 真不是娱乐圈能来碰瓷的 我的梦想就是国台平安呐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在综艺出彩中国人拍摄时 主持人萨贝宁心血来潮 想以选手的身份登台演出 真正感受一次舞台上的气氛 他假扮有着湖北口音的农民 竟然顺利骗过台下的观众 为了让表演更加去向真实 萨贝宁花了整整两天时间 还练出这首金钟鲍博 结果他这边刚唱完 那边的评委早就已经迫不及待 对着萨贝宁的形象吐槽起来 唱歌 还有耍刀子 这不是刀啊 哦这是枪子 这不是枪啊 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玩具啊 哈哈哈哈 调侃完毕后 评委终于开始询问 选手的梦想是什么 萨贝宁脱口出 我已经哪有什么梦想 太大的梦想了 我的梦想就是 国泰民安呐 哎呦 我天呐 甚至就连现场的观众都搞不懂 为什么这个梦想会受到嘲笑 萨贝宁眼神里已经全是失望 面对持续不断的调侃 小萨只凭一句话 就获得全场掌声 你觉得风调雨声和国泰民安 你到底是选择风调雨声 还是选择 风调雨声 那是他老天 国泰民安可以靠我们大家了 只能说双方的格局 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面 到底是谁可笑观众们一目两然 是谁可笑观众们一目的